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何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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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 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 怀疑被弱 一名江源城培訓 首次照顾儿童的社区保姆被捕 事件引起公眾關注 政府對社區保姆的培訓和監管 社區保姆跟我們 由政府提供資源的社區服務一樣 裡面會要求提供服務的內容、標準 培訓的所需,這是政府的角色 但具體落實,正如其他服務一樣 都是通過非政府機構落實的 當然,我們會確保 非政府機構按照我們的要求 按照我們的守則,去工作 社區保姆自2008年起實施 以倫理互助的理念、義務的形式 在當區招募社區保姆 為雙職家庭提供照顧兒童服務 倫理之間是互相幫助的 所以我們的保姆是很有愛心的 要對小朋友好,很喜歡小朋友 有服務的心態,才可以做社區保姆 計劃推行至今十幾年 他的服務成效是怎樣呢? 其中一個義工所看的責任 和一份職業所要求、所具備的 其實也有不同 如果真的這個服務是很重要的 對於小朋友的成長也很重要的話 為甚麼我們不拿一把更加嚴謹的尺 是希望可以盡量將它做得更好呢? 政府應該是從一個… 怎樣邁向一個半職業的方法 或者半專業的方向 令到這個服務更加完整 怎樣的營運方式 才可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以及對接受服務的兒童 有最大的保障 無論是異工或者半異工 或者是全職都好 我們都是在說服務質素的問題 我們不要忘記 不是社區保姆 是那個B 是最佳的安排 鑑於多年來生育率不斷下跌 特首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 鼓勵生育措施 締造有利育異環境 對社區保姆增撥資源 是其中一項措施 政府亦都會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育兒 同時釋放家庭勞動力 明年4月起 增加社區保姆 目前計劃裏面 每小時25元的服務掌勵金 照顧0至3歲的 嬰幼兒或者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 將上條超過一半 至每小時60元 照顧3至9歲兒童的 則上條六成至每小時40元 明年第四季起 服務名額增加一倍至2000個 因應施政報告的落實 以及回應近期發生社區保姆的不幸事件 社署以電郵形式回覆我們的查詢時表示 為更有效回應地區 對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 社署檢視了社區保姆 在各區的分佈情況 服務需求及社區保姆的培訓需要 並計劃在2024年第四季起 加強社區保姆的培訓 學員需接受14小時的基礎訓練 內容由社署統一制定 包括應幼兒生理和心理發展 成長的特別發展歷程和需要 照顧和溝通技巧 家居安全和衛生 意外和特別事故的處理等 營辦機構的社工 需每月向正提供服務的社區保姆進行家房 而機構的幼兒工作員 亦需每月為它們提供個別培訓和督導 營辦機構 需每季向社署提交相關服務統計資料 社署會繼續透過定期及突擊探訪 評估營辦機構的表現 是否符合服務協議要求 立法會議員迪志遠 認為雖然政府增加了社區保姆的服務奬勵金 有助吸引更多人入行 但要嚴格監管以義工形式聘用的社區保姆 仍然會有不少困難 近期發生了事件 都看到一個純義工式的模式 和監管比較鬆散 是容易出現問題 所以現在政府就加強了培訓 調整了准利金 也在考核方面是嚴謹了 但我覺得要邁向職業化 官專業化 我想這樣才確保服務質素 職業化好處之後 在培訓、督導是嚴謹很多 也有一個所謂服務水平的要求 這是對於保障、服務質素 和保護小朋友的照顧 更加彰顯出來 合理一點的薪酬待遇 都可能會容易請多些社區的保姆 歐陽寶珍所屬的機構 是第一批在2008年 已經提供社區保姆服務的機構 他認為社區保姆能夠幫助不少基層家庭 如果這條村的社區小朋友 能夠讓我們的社區照顧得好 雙職父母出去工作就很放心 只是18元一個小時 保姆有訓練、有社工監管 有社署的監督 所以2008年到現在 我們這個區都認識得不錯 社區保姆我們基本上不是計算工資 就是義工 不過有少許的獎金、津貼 通常他不想有長時間的工作困住他 如果是職業化的話 有什麼不好處呢? 有一個僱傭關係 僱主和勞工上面的一些爭招出來了 NPF又如何? 但是如果義工的話 是給出一個愛心去做的 形成了這個關係 比起僱傭關係會好很多 而來託館的小朋友都是站託的 他今天是給這個保姆,A保姆 可能明天是B保姆照顧的 會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中間是社工跟他們配對的 保姆又來得比較彈性 還有可以做自己的事 弟弟, 蛇這個嗎? 大叫Bisha這個 等弟弟, 坐下來… 你坐下來 陳太太由2008年起擔任社區保姆 一直做到現在 幾年前他先生退休 兩夫妻除了幫忙照顧孫 亦有繼續做社區保姆 他覺得可以服務社區之餘 自己也可以消磨時間 又可以幫到家長 我自己也好 大家也好 做人家都會當自己孫子那麼醜 我也是 有個小朋友家裡沒那麼安靜 多個小朋友就開心一點 真的靠他開飯 好像不得了甚麼那一隻 隨便吧, 做多做少 有些精神寄託 黎生黎太太需要輪班工作 兒子三個月大 就開始透過社區保姆計劃 找到陳太太幫忙照顧 至今已經有三年 他認為由同一位社區保姆照顧的兒子 對他的適應和成長相當重要 其實比較抗拒 長時間有個人會留在家裡 把小朋友交給別人照顧 這個平衡上可以得到最好 最重要是保姆的家庭背景有點酸 跟小朋友一起玩 小朋友的成長有幫助 差不多三年 相處模式、溝通都已經習慣了 如果馬偶然交給別人照顧我 我會覺得我會不放心 在新措施下 社區保姆的獎勵金會有所增加 服務質素亦有望提升 黎生只是擔心 社區保姆的收費 是否仍然能夠維持在低水平 這個服務質素亦在幫助低下階層 或者雙職父母 希望他價格上、價錢上的優勢 會做到比我們請工人 或者請一些終點保姆優勝 希望政府會多一些年輕一點的人手 因為我現在這個保姆已經60歲了 如果再去做更長的時間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曾經為婦女就業作研究的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葉兆輝發言 要照顧兒童 是婦女不找工作的最常見原因 他歡迎政府對社區保姆增撥資源 他認為提高社區保姆的待遇 和服務質素 可以吸引更多人成為社區保姆之餘 亦讓家長放心把孩子交托給社區保姆照顧 照顧小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亦可能是很大的風險 因為他們小 倫理支援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在職的父母 如果你還要交通安排 才能夠把她的B帶到她的肉影魚 然後她才再上班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不方便 只要提供一個好的培訓 監管、幕後的支援 其實在社區保姆上 應該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葉兆輝認為處理好育兒服務 任重道遠 可以推動更多女性出外工作 釋放勞動力之餘 又有助提升生育率 而這絕對是香港長遠 和重要的人口政策目標 人口政策裡面是一個最重要的投資 如果這個小朋友 在0至2歲裡面 不得到充分的照顧 他未來的發展 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你看回整個香港 婦女勞動參與率 比起其他國家為低 其中一個重要的阻礙 就是不太放心 那些小朋友是被人抄襲 根據我們加計會 去年的調查 我認為養兒的財政負擔 是很大 所以令到他們卻步 尤其是0至2歲 他未入到幼稚園之前 這一段時間 我想是最困難的 如果我們在這裡有效 能夠去處理他們 這個憂慮的時候 我相信對整體的生育率 都會有正面的影響 現時香港有小朋友的核心家庭裡面 大約有三分一的家庭 聘請愛用照顧家中小朋友 其餘就是交由雙方父母照顧 或者聘請保母 因此市場對保母的需求極其龐大 不少網上群組 都有刊登聘請保母的告示 有家長認為在自由市場下 聘請私人保母誕性更大 本身我和我先生都是全職上班 然後家裡有本身那些 爺爺媽媽的都不得閒醜 即公公婆婆都不得閒醜 所以到最後就是要找保母 打人問一下 了解一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形式 原來可能是一些特定的地區 保母也不是你自己選擇 到最後我是沒有選擇的 我也是選擇一些私人那些 私人保母真的有彈性很多 Amy姐姐她幫你抽那麼久 你可以跟她很多東西有商量 譬如有時候真的遲了下班 要小朋友在她家過夜 會有彈性 她很肯帶小朋友出去玩 我會發覺我女兒說話是說很多 而且快了很多 你問我如果撇除所有價錢 所有東西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那個保母 是她是不是真的喜歡小朋友 她是不是真的把心機放進去 是不是有愛心 這個是我最大的考量 好 完成 本身是保母的Amy 不願意參與社區保母 除了獎勵金不夠吸引之外 她亦期望工作有一定自由度 以及希望可以跟服務家庭 建立更長期穩定的關係 從頭到尾都沒有考慮過 那些倫理支援等類似的 我接受不了 告訴媽媽媽 你怎麼扭計 我不想半路中途 是接手別人的寶寶 如果你半個小時 又要教一個小朋友 你很難拿捏她的性格 如果你從小到大 她會很聽你的那一套 回媽媽那裡不准生氣 拖著媽媽,聽到嗎?不准跑 聽到嗎?聽到嗎? 聽到 拖著我 根據政府資料 在2021至2022年度 全港只有1815名社區保母 服務三千零八十五名三歲以下幼兒 相較私人時長 社區保母薪酬津貼 在薪草私下即使提升 仍然是偏低 另一方面 社區保母責任重大 增強培訓,接受更多監管 是社會共識 在待遇和要求都有所提升下 社區保母是否需要更專職化呢? 很希望它可以成為一份工作 因為以往我們都看到 那個義工的津貼 實在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保母是我們的兼職員工 都是一個義務的工作 其實我們也為他們買保險 強積金等等 為他們是多了一重的保障 都是在一個中心 去做一個託館 我們還有其他的 即是同事、社工、閉路電視 等等這些去看著 對於用家來說 多了一重的安心 如果真的去從事這個 兒童照顧的工作來說 我們覺得是一個專業 幫忙去照顧小朋友的 就是一群婦女 其實他們也多了一份的肯定 廖沛山的機構 以全職或兼職身份聘請保母 保母要接受30小時的正規培訓 並獲資力架構第三級認可 他認為這種模式 除了有助提升托兒服務質素 亦協助婦女重頭就業市場 有一群婦女 他們其實是有這一個能力 有一個勞動力在 如果我們將它變成一份工作 讓它可以在經濟方面 它有多一點的資源 多一點的肯定 人有一份工作 他那種的自信心 或者跟其他人的一些 其他保母等等的一些交流 一個社交等等的這些 其實都還有很多的增值在裡面 事實上不少雙職家庭都渴望 有合適的育兒服務 可以減輕負擔 曾太太的BB現在十個月大 兩夫婦由於要輪班工作 照顧BB的責任就落在他們雙方父母身上 BB需要在三個家庭之間輪流過夜 來來回回,非常頻撲 曾太太在朋友口中 得知有社區保母的服務 不過最終是否選用 仍然沒有定案 婆婆和媽媽幫忙照顧 他們一定會很疼愛她的孫兒 但保母沒有這個義務 她很疼愛小朋友 但只要照顧得很好 對她的好 其實這是我要考慮的因素 她保母始終是一個陌生日 我們要看的東西 可能都要比較多一點 我們會著重一些她的經驗 會照顧小朋友 是怎樣去照顧為主 如果朋友試過的 那就最好了 如果沒有這件事 我會去研究機構的背景 和經驗為主 譬如她的項目是有其他用家分享的 其實這些都會增加我對這個機構的信心 你摸上這個 曾太認為抽小朋友的經驗比學歷重要 因為關於社區保母的資訊 和宣傳都不多 她對使用社區保母服務 仍然沒有十足信心 如果有證書那些 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我自己覺得 因為始終照顧寶寶 都不是一個紙上談兵的一件事 始終都是實戰為主 之前的新聞 都會有少少負面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很多父母 知道有這些服務 身邊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可以 想想我們背後 其實都還有很多負擔 可以在不同的政策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相職父母 施政報告提到 要將倫理支援優兒照顧計劃的服務名額 增加一倍 對社區保母的需求 亦會大幅增加 為了吸引更多婦女擔當社區保母 政府大幅提升服務獎勵金 接下來亦會統一制定 培訓的相關規定 而業界正在討論 是否需要再進一步 為社區保母為社區保母作認證 以增強公眾對社區保母的信心 政府將我們社區保母的津貼提升了這麼多 我也很希望政府可以給予更多措施 和指引我們 令我們將這件更完善和優化 我們對保母的培訓和個人素養 我們都應該是負上一個責任 我們覺得保母也可以做一個登記的手續 和一個認可身分 0至2歲獨立幼兒中心 服務的提供需要加強 費用上,就算是雙職家庭 其實也真的比較吃力 另外,保母註冊的制度 能夠進入的保母 他真的有具備一定的知識、能力、技巧 讓父母有信心 真的放小朋友 在這些保母的家裡去照顧 叔叔在拍攝你 社區保母要加強培訓 和接受更多監管 是大勢所趨 即使現時不少社區保母 都是年屆退休的婦女 但是葉曉輝表示 並不擔心這些有心做社區保母的長者 不願意接受培訓和監管 其實現在60歲的長者 其實都很健康 而她的教育程度也不是低 但只要我們在這個培訓裡面 不斷地去更生 然後用最新的訊息 跟他們去交流 以致到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服務 就出現了 有很多人就怕 一認證就會嚇怕了一些人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我們是真的想找一些有心去投入 做社區保母 當然你要多給一些鼓勵 多給一些資助 令到她的工作上有很大的滿足感 這才是重要的 無論你當她是一份工作 或者是一個半義務工作 都是重要的 其實就不是用錢去界定 社區保母以服務當地社區 收費便宜的特點 確實幫助了不少雙職家庭 不過一宗若而悲劇 卻喚醒大眾關注社區保母的質素 和監管 政府願意投放更多資源 去提升社區保母的服務 是邁向重要的一步 不過在港球專職專業的年代 以義工形式招募的社區保母 能不能夠吸引更多新人入行 她所提供的服務 又是否能夠滿足家長的期望 在港球專業成功 政府要求特務 原資者保母的努力 社區保母的健康 又是用著大眾醫生 社區保母的膠LE